哈哈哈哈哈哈 原来小伙伯哥 想吃什么红烧 男友 我是胖猴子 一会广大网友要求 想让我做一个肘子 那么今天他来了 做个什么肘子呢 也是就是红烧肘子 然后咱们废话不做事 开灯 把肘子上的毛烫一下 用钢子球 清洁一下肘子 冷水下锅 加入去腥三千克 葱姜 药酒 盐火 把烧火水的肘子捞出 清洗一下 加入老抽 涂抹均匀 刚才给肘子又改了一下刀 咱们涂抹均匀以后啊 让它晾制十几分钟 让它自然风干 底锅 烧油 油 油温升至四五成的 下入肘子 把肘子下入到高压锅当中 把这些配料加入到其中 加水 加入料酒 生猪 老抽 蚝油 加入 加入鸡粉 胡椒粉 盐 盐火 老姐们 咱们 上市以后 焖三十钟 时间到 咱们关火 等它自己放一下汁 老姐们 刚才呀 给我媳妇弄走了一个 咱们还剩三个肘子 哎 臭我吃吧 人家坐月子 咱这照顾照 对不对 哇 老姐来 手艺怎么样 这肘子这颜色 哎呀 没得说 咱们倒上酒 准备开壳 哎呀 尝尝 你看就香 嗯 脖子 嘿 嚼了 老姐们 这个 皮 用油一炸 更加Q弹了 嗯 哦 嗯 吃吧 大口酒大口肉 这才叫快女人听的 这才叫爽的 热 冰箱 好好好 好 干脆 快 翻炸 啊 啊啊 喂 好了进来 今天视频就到这儿了 喜欢我小伙伴记得转发评论观众哦 再见 小伙伴记得转发评论观众 想吃什么跟我说 大伙伴 我是胖猴子 我挺爱 知道这儿什么吗 想必你们都不知道 一猜就是这牛的 其实这是驴的 这是驴什么 这是驴 驴 体肌 知道吗 驴的体肌 一般都是吃牛体肌 今天咱们来个驴体肌 看看有什么不一样 哎呀这个 把它弄成是个很厚大的工程 这家太太难挑了 我不是说 难挑咱得挑啊 哎 你以后给洗澡一下 哈哈哈哈 吃 快点 嗯 以后给洗澡呢 不能洗手洗 什么钢丝挑啊 嗯 把驴驴放入驴中 加入去行三箭克 葱 姜 今天啊咱们不加六个酒了 加点这个白酒 呃 去行会更厉害 这是咱们的红身脑白杆 点火 锅开之后咱们打点熟沫 说起来关火以后咱们把驴蹄捞出来 把驴蹄咱们均匀地放到高压锅那中 碗中放入辣椒麻椒加水 起锅烧油 油热后加入泡过水的花椒 有辣椒跟麻椒 加入驴蹄在这边酱 锅底酱 喝油加入清水 老姐们咱们已经煮了几分钟了 然后把这个料渣咱们给滤出来 锅锅当中 开锅以后咱们炖上四十五分钟到五十分钟 正经的等待 我看看这个驴肩怎么样 非常软了 出锅了 出锅喽 出锅喽 你吃不吃啊 再喽喽 这个油渣咯 有点鸡头的 又吃葱 儿子 吃肉业 都是筋 那么你再给我换一块 没有 都是一样的 那么你换的那一块 好吧 我再吃一口 吃奶茶口 拿也行 吃筋骨 你算了别吃了 小胖 你来不来 谢谢 吃 怎么样 嗯 辣吗 可以辣 能吃能接受吗 能 还吃吗 不够 吃吧是不是有的事也说 不吃 不吃了 拜拜 嗯好 咱们去给AK过五年 吃 不吃 你吃 你看 你带ación 点 没钱 说 你看,他这个里边是这样的 他里边实行 我想我现在手啊 就像抹了胶水似的,随你 放手回到了头里 嗯 对啊,真滑 来 我骨头 滚 多这么大的 真香这个 太香了 咱俩答应一下吧 对吧,没有好酒 不 来洗碗看 哈哈哈哈 看不上 哈哈 哇,过眼,看这个 看上大厅 真广,真贵的 不揉不揉的 火候啊,炖的正好 你不是非常软吗 软,但是还有嚼劲 嗯 嗯 哦 你,你,你,你怎么应该就飞了 哦,不可能 那猪的,你在,这个蛋肥肠里边也是 也是,烤了一个豆 哦 你不可能一点没有话 哇,就算这个味 嗯 嗯 还真是你买的啊 还是你,腌的啊 买的 差不多了 太大包了,腌点吧 最腌的 我老是腌不了这么脆 也不是,也不是腌不了这么脆 那都变了 都变了 太腌了 嗯 今天多少会儿 多少号 16号 辣,比如阴里 阴里发出几了 进辣椰了,汉长 进辣椰了吗 进辣椰了 本身进辣椰了 行 视频就到这儿了 好了,老老老老兄们 今天视频就到这儿了 喜欢我们的小伙伴 记得转发和评论,关注哦 再见 人有话不多,想吃人问我说 好,大家好,我是胖红的 老兄们 今天啊,请来了我们衡水的这个书法大师 这个,武天青先生 呃,今天呢 呃,有幸来到我小院 咱们,人来了也不能让人白来 呃,那个,你也要一会儿给咱们 呃,画画或者写个字 好 呃,你比较拿手 我呢,我一个厨了 对吧 我拿手就是做菜 那么,一会儿我给咱做菜 您给咱,嗯,画画 好 咱俩谁不搭乎谁 好 那么,废话我就说 我呢,准备食材 您就准备那边做画 好的 那行,就这样 好,废话我就说 我开始做菜了 走 好 好 罗亲们 听说这个武天青先生是这个 齐白石的传人 第四代传人 齐白石画虾 我今天准备的虾 嗯 看,我先让你们看 哇 还新鲜的啊 哈哈 哎呀 哎呀,千哥 哎 给咱拿个 哎呀 咱是做蒜蓉的 做个蒜蓉的 做个,做个,做个延局的 蒜蓉的 好吧 少点吧 你要拿,拿什么 对,拿蒜 咱们先做蒜蓉的 蒜蓉不好弄 蒜,蒜蓉的那啥 要动 这不行啊,蒜蓉 这不行啊 这不行啊 那是冻的,没事 这算哪行啊 黄的都从这回来 这是冻的,你看冻的棒忙到哪里 你闻闻 吃一个我就知道了 冻的,就是冻的 不是,挺稳的 不买新的 不买新的 咱什么 咱要嘛 咱红烧一个 行啊 油焖一个 行啊 油焖大虾 可以 那行 再剥充 上西之事 老前面啊这个蒜 听见也没看 都冻的 有点烂 味道也变了 所以说咱们 临时改变 做个 做个 鸿蒙大虾 然后做个 煙焖焖焖焖 当当当当 我没有打过来啊 你可能的 我年轻的 吃了吗 嗯 起锅 加入花椒 花椒 香腻 把盐炒香 焯好以后咱们盛水部分 把虾放到锅里 盖上盐 起锅 烧油 多来点油 油热后下入葱姜 炒出香味以后 把虾放里边 哇 锅这么多 兄弟们刚才咱们调了个料汁 把料汁放到里边以后啊 咱们 再炒上 三五分钟 好 好 放出 放出 好 看看 我 下来 小辣子 来 来 一会儿 来 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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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有点香味儿的 我来尝尝 这个,一동只配鸡枕 两个 咱们还有一个呢 来啦,来啦来,尝尝尝一来 刚好味道怎么样 鲁味 咸还是甜 嗯 味道 两碗料的 这个没油这个虾 它就是 它这么做出来以后 它是把虾的原汁原味都留住了 来 哎呀,丢人都大了 这个吗,丢人的 一会儿给你发了 发了多饮 没事 来来来 一个一个吃太分饮了 嗯 这么好的小人吃出了满足的感觉 嗯 炒作型了,我还没吃的 嗯 嗯 嗯 这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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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才吃过肚子要吃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没事拍着玩 啊 哇 太大了,我觉得 还在大牛肉块 下边 嗯 肉肯定软了 没问题 哇 又出这 好了 老兄们 今天视频就到这了 喜欢我的小伙伴记得转个屏的关注 再见 再弄一会儿去 人还话不多 想吃什么跟我说 大家好 我是胖猴子 哎呀 好长时间没有正儿八经吃回肉了 咱们今天啊 吃点肘子吧 真是想吃肉了 没吃爽过最近 咱们今天 炖炸肘子吃 买两个肘子 好好补一补吧 最近都瘦了 走 给猪肘做个火焰死瓣 把烧过的猪肘啊 用钢子圈 把本面这个黑色给它刷掉 烧一下水 加入巨肘三千克 葱姜 尿酒 烧好水以后 捞出 咱们洗净 咱们给猪肘子改一下刀 焯水 焯完水以后 这就行了 改完刀以后啊 咱们加上老抽 在这个表皮上 都给它均匀地涂上 涂抹上酱油以后啊 咱们让它自然风干 起锅 烧油 油温啊 三四成热 咱们就开始下肚子 慢慢炸 要不然 到时候不好放 一直往这个肘上淋油温啊 炸成这样就可以了 把炸好的肘子放到干扰锅当中 炸入去腥三千克 葱姜 料酒 这些叶叶果果 烤了一头 白胡椒面面 蚝油 老抽 搞两块冰糖 鸡精 盐 这个水跟肉齐平就可以了 盖盖 上来气以后啊 咱们焖上来一个小时 出锅喽 非常软烂 小点咱们煮肉的汤汁 然后再给它熬一下 咱们浇个汁 现在先zyka 我也让你需要 进眼ию 非常好 川 thinks 西装 汤汁 闻 定 今天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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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